大家好,我是阿柴 今天是2022年的2月6号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要上班了 这个假期我感觉过得挺充实的 光PS5就买了两台,退了一台 新买的这台手柄还坏了,不过被我修好了 不管怎么说,我算是跌跌撞撞进入了次时代 在过年之前,我把PS4 Slim给卖了 在卖之前也录了一些视频,作为一个留念 录视频的时候,我想以后做个视频 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用PS4的经历 现在我的主意变了 借着这个PS4 Slim的风箱视频 我和各位分享一下,细数一下我之前玩过的所有游戏机 估计视频很长,会分几个视频和各位分享 那我们就先从PS4开始 2018年1月,我购买了这台国行的PS4 Slim 500个G的,花了1850块钱人民币 在淘宝买的,没有发票 是从新亚店玩购买的 为什么从这家店购买呢? 这个是有历史的 我之前在买PS2的时候,就是在北京人大附近的那家新亚店玩店买的 后来我买任天堂NDSL掌机也是在这家店购买的 再后来我买任天堂V那个游戏机的时候 是从上海新亚的店玩店淘宝店购买的 购买这几个台机器,我感觉质量都没问题 所以价格呢,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可以接受 所以这PS4 Slim也是从他们家购买的 我还从他们家店买过一个Xbox 360的PC手柄 花了230,现在还在用,也很不错 现在这家店好像不那么行了 因为我买PS5几乎搜不到他们家店铺 从2018年1月到2022年1月,正好玩了4年 这4年呢,我其实没玩几个游戏 通关的也不多,但是我还买了PSN Plus会员 总之吧,都尝试了一下 包括备份什么的,都试了一圈 我在买机器的时候买了一个神秘海域4 第一个通关的就是这款游戏 画面很不错,玩起来有次时代的感觉 但是玩皮狗的游戏给我的一个感觉 那就是有点机械枯燥 后来我买了一个神秘海域的123合集 在玩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在当时我还想买最后升官者1重置版 我一个朋友他买了,后来我用他的那张盘通关的 虽然我也通关了,整体感觉也不错,也挺震撼的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类游戏 虽然我也买了二代啊 为什么不喜欢呢,可能是手太残 遇见僵尸就害怕,而且玩的时候非常紧张 后来我又买了战神和底特律变人 这两个也通关了 后来我在电脑上底特律变人 我又通关了两次 看来是真喜欢这个游戏 战神只通关了一次 战神3也通关了一次 我玩的这几个都是在网上好评如潮的游戏 确实不错,但是也有缺点 或者说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通过通关次数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底特律 后来我又买了一个暴雨和超翻双生的合集 也是底特律那家公司做的 其中暴雨我通了两次 超翻双生我好像通了一次 然后再喜欢的章节 反而玩了几次 超翻双生和底特律变人 这两款游戏我特别喜欢 后来在PS4上买了极品飞车21 也算是补了一个票 还有古墓令十崛起也补了个票 虽然这两款游戏都是在PC上通关的 在PS4上感觉也不错 但是玩不进去了 最近我还买了一个漫威蜘蛛侠 红蜘蛛PS4版的 没想到到了PS5上 它最大只能支持4K30帧 昨天晚上我开直播玩了一会儿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是30帧但是还不错 它在PS5上有一个重置版 但是需要花钱 具体我还没看 我之前还买过一个地平限制黎明曙光 在PS4上应该是1080P30帧的 画面很不错 女主角的颜值差点意思 我玩了一下不是很喜欢 现在在PS5上玩是4K60帧 画面非常的好 回头有时间玩一下 在春节前我还买了一个 荒野大标客2的光盘版 花了150收的二手 只是安装体验了一下还没玩 等以后在PS5上玩吧 基本上就这些可能还有漏的 还有像花 风之旅人 乐客乐客 太古达人 像这些小游戏就不说了 这台机器卖了1300块钱 后来我发过头条 很多评论说这个价格已经相当高了 他们在卖PS4 Pro的时候 在半年前也就1600左右 关于初二手的价格 我之前也做过视频 那个视频播放量不高 我在这再说一下 同样是这台国行的PS4 Slim 500G 是最新的系统版本 不能破解 我之前挂的是1300 卖了大概有小一个月 有人问 基本上给的价格都是三位数 也就是不到1000块钱 因为我的PS5还没到 所以不着急卖 我收到了PS5之后 做好了数据迁移 才把它卖掉 正好在这个时候快过年了 有一位北京的小伙伴 回家过年 顺带手的带了一台PS4 他也没砍价就直接买了 而且是上门自提 后来我就上闲鱼看了一下 PS4的价格确实比一个礼拜前 或者半个月前价格要高 可能是因为过年涨价了 另外北京地区的价格 也要比其他地区要高 这种二手的 这个价格取决于你买卖的时间 交易的时间和交易的地点 和当时的供需关系 都有关系 卖二手买二手都得需要碰 就像我买的这个荒野大标客 买我PS4的那个哥们他也买了 花200块钱买的二手 我这个荒野大标客花了150 可能是欧版 但是也有中文 欧不欧版无所谓了 拥有PS4 Slim这四年 我还是体验了很多快乐的 最近这两年我感觉 我越来越受不了30帧 还有就是分辨率 有的游戏的画质很模糊 如果我有PS4 Pro 我不会着急这么快升级PS5 可能会等PS5的迭代产品 或者保版或者加强版 但是PS4我感觉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 所以就换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显示器 如果没有4K显示器 我也不会买PS5 如果你有一个PS4 Pro 我建议你不要用1080p 而是用4K 因为4K相对比1080p 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你用PS5 在1080p显示器上 或者电视上看 那就白瞎了这个PS5了 这个视频挺长的了 我之前买过的游戏机 玩过的游戏的回忆录 那就只能下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Ochair 我们下次见